第4537集 那随便你吧 但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我们的事情 否则有你好看的 上官云冷哼一声 由讲道理变成了威胁 与此同时 他释放出了一丝冰寒剑意 幻化成一道冰雪寒意 将那虚空再次展开了一道裂缝 可是听到他这个话之后 离他十来米远的张汉天 却是挪了挪脚步 退至千米开外 本来还想着回头找张汉天的上官云 这一下算是愣住了 因为对方早已经跑到极远开外 张汉天尴尬地笑了笑 说句实话 他也害怕着孙夜荣 并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有多么高强 而是因为这女的实在是太难缠了 难缠到让人抓狂的地步 偏偏你又没法干掉他 另外那些宗门的弟子也躲得远远的 像是见到了温神一般 这样一来 叶尘的心中就更为好奇了 有句俗话说得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他主动上前一段距离 到了孙夜荣跟前 拱手作一抱圈行礼 在下夜市天 还得多谢孙师姐出手相救 孙夜荣见到夜尘 紧绷的神色 这才有所缓和 看来你还是值得我救的 上官云和张汉天这两个孙子 就喜欢仗势欺人 我可是看不下去的 被骂成孙子的上官云 暴跳如雷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这孙夜荣 同样是奸家剑派的天骄之一 实力足以排进前十 与他不相上下 二人之间 拉不开本质上的实力差距 更重要的是 孙夜荣手里那把百花神剑 比起他的寒霜神剑 覆盖面还要更广 上限更高 在这平原地区 他可没有十分的把握 能干得过孙夜荣 而且这孙夜荣 平日里最爱的事情 便是行侠仗义 打抱不平 对于他这般做派 极为不喜 有好几次 都从他的手中 救下了敌对派的人 维护他心中的 那所谓的正义 剑家剑派流传了 这样一句话 只要有孙师姐在的地方 就有公平与正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便是孙夜荣的道 符合天道的规则与意志 他越发坚持心中的公平正义 百花神剑的力量 也就越发强大 当然 所谓的公平正义 也是有一杆秤的 如若他判断失误 把真正的作恶之人 给放走 那么将会遭受到 天道的反噬 所以正义一事 孙师姐义无反顾 却也贤足重重 走吧 这几个家伙盯上了你身上的机缘 如若再不撤离啊 恐怕会被他们所利用 从而不得逃离 孙师姐对夜沉说道 她挥起了手中的百花神剑 紫色与红色的花瓣灵气 混合而出 组成了一所光舟 一直往南走 便可以看到红色的岩浆之门 从那穿过去便能到达第四层 离剑母陨落的地方 又进了一步 这里面 可是充斥着诸多凶险的哦 你小心 孙师姐给出了提醒 然后留给夜沉一个背影 她独自拦住了上官云 与张汉天两人 夜沉郑重道谢 这孙夜容师姐看上去 是真想帮她 那自己便不能辜负 对方的一片心意 夜沉动用了轮回血脉的力量 以及虚伪和灵儿的力量 修得一下往前顿去 顿时使出了几千里路 而且她燃烧轮回血脉 动用轮回天眼 查看周围的地势和情况 就发现 这四周的灵气当中 蕴含着一层细小的黑丝 那细小的黑色丝线 并不如何突出 但是却处处缠绕 犹如一坛清澈的池子当中 布满了细小的黑色虫子 突然间 那黑虫产生了异动 竟然似浮平一般 往夜沉这边飘过来 于无声无息间暴起 不过夜沉的反应更快 她的眼神意寒 五指抓拢 狂暴的力量骤然爆发 这一下 就将那几只虫子 给抓得粉碎 不过那些虫子 似乎是被夜沉给激怒了 纷纷汇聚起来 形成了一股磅礴的力量 而且虫子爆发出了 极其惨烈的嚎叫声 如同鬼哭狼嚎 在夜沉的耳边回荡不绝 这一次 夜沉没再讲客气 直接施展轮回悬碑 几道残影接连掠过 而他也来到了 那磅礴的黑色雾气当中 伸手一抓 夜沉手中的龙渊天剑 骤然斩了出去 直接将一大片 盘踞在虚空中的虫子 碾为漫天雪雾 夜沉手起剑落 犹如一名无情的刽子手 根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没过多久 那些虫子 接在他的手下 化成亡魂 连一只都活不下来 做完这些 夜沉才拍了拍身上的血迹 转身离去 在那虚空当中 留下了无尽的残血尸体 夜沉动用了红军老祖 给自己留下了那块铁片 拿来感应九天神术所在的位置 现在的它 已经进入了这剑陨空间的深处 红军老祖所留下的物体 应该能感应到才是 他尝试着 将那铁块放置于身前 然后闭眼用心感受 果不其然 不一会儿 那铁块便传来了一阵波动 铁块上释放的光芒 让夜沉心神一动 他开启了魂魄吸收的力量 没心处出现了一道漩涡 而后那铁块 竟是来到了漩涡之中 与夜沉融为一体 当其再次睁眼之时 闪烁的神光穿透了天际 而那神光赫然指向一处地方 那遥远的虚空当中 有一道若隐若现的暗色光芒 似乎是在指引着夜沉 往那边前进 夜沉心神一动 他穿过了这片虚空 去到那神秘地点 在这过程当中 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急促 而且携带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邪恶之气 让夜沉的眉头皱了皱 看来这建模所在的地方 并没有那么简单 夜沉继续来到那边 而这一次 他换了一种探寻的方向 不再让自己的气息显露出来 他沿着红军老祖 所留下的铁块 散发出的光芒 一路往那深渊当中而去 与此同时 在那血色和与魔气 共同存活的禁忌地带 有异变产生 这里已经千万年来 未曾有人踏足 显得极其神秘 那一处悬空而立的星辰 庞大无比 本应悬挂在宇宙当中 闪耀光芒 但此时却是被浓浓的 魔气所笼罩 而在那星辰的背面 有无数的白骨积累起来 堆成了一座山 而在这个白骨山的顶峰之上 有一座身影盘坐 它立于这天地之间 又仿佛独立于之外 它的浑身由白骨雕刻而成 但却不是空洞洞的骷髅 反而线条流畅 张弛有力 像极了一身霸道的肌肉 而它的手中握着一把大刀 这神秘的骷髅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它睁开那双空洞洞的毛子 里头有幽火燃烧 而的火焰顺着骷髅的缝隙 瞬间燃遍了它的全身 从远处看去 就像是一颗惊天动地的火焰之球 有趣 竟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神秘骷髅的眼神当中 竟然能读出一丝兴趣 紧接着 它拿出了一根尖刺般的权杖 对着那漫天骷髅的一个角落 指了过去 顿时有一束光滑 没入其中 凝练成一处火焰环绕的地面 神秘骷髅走了过去 它的脚踏在那层火焰之上 没过多久 火焰无声地颤动起来 将这一小块的空间撕裂 竟然出现了一个有黑的通道 而神秘骷髅则是顺着这通道 走入了另一个空间 在那片空间里 有赤红的岩浆连续翻腾 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这神秘骷髅却好像没有看见一般 静止走到那岩浆之海的最深处 在那里有一层光滑闪烁 转瞬之间时空变化 神秘骷髅的身旁 出现了两缕红色的忧火 同时又泛着一缕绿光 显得古怪而诡异 它将手一挥 面前便出现了一条火浪 接着它沿着此梯往下走去 不一会儿便来到了这处时空的尽头 在那黑暗当中 有一顶王冠上下浮沉 它像是有无数根荆棘藤条编织而成 异象万千 法则缠绕 那一根根荆棘冲天而起 直面云霄 好像要刺破这处地方 郑忠心所存有的那颗宝玉 则是维系整个王冠的力量源泉 此物正是九天神术当中的荆棘王冠 在那看不见的地方 荆棘王冠身上的大道 规则无尽蔓延 支撑着这巨大的岩浆空间 九天神术每一样拿出来 都可自成一帮天地 道运雄魂至极 到了这荆棘王冠的面前 那神秘骷髅伸手探去 却被无形的力量给阻拦 始终不得前进半步 而神秘骷髅的神色 则是越发地阴沉狠厉 它浑身的气势开始暴涨 像是要冲破这层禁忌一般 可恶 这该死的王冠 给我拿来 神秘骷髅低声怒吼 毫不保留地释放出身上的无敌气势 它的气势终于将那封印的空间有所动容 荆棘王冠竟然也在颤抖 因为从那虚空上方 有一把浑身漆黑的魔剑降临 流露出威震巴荒的气势 那滚滚魔器似乎是对于荆棘王冠有所压制 神秘骷髅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进 离荆棘王冠只剩下最后的一段距离 那魔剑的滚滚魔器灌注到他的身上 令他浑身的赤红火焰都转变成了幽黑之色 并且瞳孔当中还隐隐倒映出诛天万界的魔像 过了这么久了 也总该让我有点力了 神秘骷髅骇人一笑 他那只骷髅巨爪终于是抓破了些许时空的限制 到达荆棘王冠跟前 浑身的恐怖气息开始暴涨 并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就是这般气势冲破了那牢笼的最后一丝束缚 万千法则则碎裂成了碎片 纷纷而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